詩板 它實際上就是 攝影術剛發明的時候 的一種工藝 攝影工藝 它的就是 把藥水塗在玻璃板 或者是一種硬的材質上面 然後放到相機裡拍照 拍完以後要在藥水 還是濕的狀態裡面 就要攝影定影 然後水洗完成亮 這樣子 所以它是藥水不能乾 它一乾就不能使用了 所以它的工序是有一點麻煩的 玻璃板更複雜 那我們用的現在是用的鋁板 那這種鋁板 這種鋁板就比玻璃板 稍微工序簡單一點 那玻璃板它要兩次的 兩次的藥水的過程 就是它的要洗兩次 那這個鋁板就一次這樣子 它先火棉膠 平均塗抹在這個 鋁板上 然後把它放在銀翼裡面 黏上銀翼 放在銀翼盒裡面 因為底片都是用銀粒子曝光的 所以它先弄膠 膠放在銀裡面 把銀粒子黏在這個板子上 剩下的過程就全部要在暗房裡做了 就不能再曝光了 因為它有銀粒上去以後 它就不能曝光 不能漸光 拍得久了以後 你喜歡那個手工的感覺 我會更想要回到 用手工來控制 自己來控制它 而不是所有的都是機器決定 控制難度很高 所以經常會有一些意外 那這些意外實際上 剛好跟我的工商那個時候做的東西 也有點像了 那我剛好也想要這些意外 就是說 當然我不希望它做的是非常的完整 我反而希望它是有一些做壞的感覺 我是第一次去到土板村 對他們的這個五年的祭典 非常的震撼 他們是排灣族 這個五年祭典 從以前到現在 是唯一一個沒有被煎蛋過的祭典 從日本時代一直到現在 還有在再久以前 他們都沒中蛋過 所以他們的儀式 整個的過程都保留得非常完整 去年的時候 十月初的時候 我大概八月多就下去了 我大概待在那邊兩個多月 住了一個小房子 因為它一定要馬上顯影跟馬上處理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下去之前 我就想到買一部車了 就是暗房 我把那個車整理 就是說那個車可以變成一個暗房這樣 那有的時候我們要跑到別人的頭目家 頭目家的那邊要去拍 那我那時候就把車開去 車就在旁邊 我拍完以後直接在車上 充飲充洗 我為什麼那時候想要做他們 他們就是沒有斷 而且部落的那個階級保留的也非常完整 他們就是有三個頭目家族都存在 頭目 然後頭目家族的加成也都存在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在想說 像巫師 可是實際上台灣現在的很多地方的巫師都不見了 可是他們的巫師一直保留下來 他一定要吟唱 一直吟唱 就是說他們的那個儀式很繁瑣的儀式 所以那時候我的鎖定就是鎖定在這些 貴族階級的跟家層頭目家族這個整個的系列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我要拍這些 就是鎖定在那裡 他們現在三個頭目家族的頭目都是女孩子 我覺得他們很特別的是 他們反而真的是男女平等 為什麼呢 他們主要是你是長子 就是頭目 那你是女的 男的沒有關係 可是女的話你要當頭目 那個結婚的時候南方就要入醉 入醉到頭目家來 我沒有想到用一個古老的工藝去拍一個原住民的儀式 最重要的我還是回到手工來去跟我的風格延續下來 人物還有就是景啊 還有一些局部的東西啊 還有風景啊 村落的位置 所以我比較沒有他們的祭典真的儀式那些我反而沒有怎麼拍 就是選擇我想拍 然後我只是可能把它的面相多樣一點就是呈現出來 寫一個圖板陸入的散文這樣子 而不是用一個很報導式的去做它 所以這一次我的心情是比較想用散文的方法來記錄這些東西 而不是用一個報導文學的方法 然後我看著你 然後我看著還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